王一博神奇长腿,隐藏惊喜。 众所周知,穿着丑陋裤子的王一博与身着正装的王一博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人。 因为他那双修长的大腿曾经被他自己隐藏在无数件丑陋的裤子里。 因此,当王一博穿上正式的服装进行比较时, 他独特的身材和身高比例更加深刻地留下了人们的印象。 作为娱乐圈的一颗顶尖巨星,王一博必须对自己的身材严格要求。 他身材高挑,早在2018年就公开透露自己的身高达到了179厘米, 而在2019年的采访中又表示身高已经达到了180厘米。 尽管目前我们无法确认他是否继续增长, 但180厘米已然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。 考虑到王一博一贯的坦率性格,他绝不会随意撒谎。 他的身材匀称且比例协调,尽管头部相对较小, 但整体身材却异常修长,给人一种优雅而高贵的感觉。 这种独特的头身比例使他显得格外突出,令人为之倾倒。 尽管王一博的身高已经超过180厘米, 但穿上各种古怪且毫不搭调的裤子后, 他的身材看起来却像个身高仅有160厘米的小个子。 然而,正是这种反差,使得当王一博变得正经起来时, 他的形象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。 此外,王一博在身体管理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。 他平日里注重饮食和锻炼,保持了非常健康的体态。 他的肌肉线条清晰,身姿优美,令人感受到健康之美。 他不仅能够轻松驾驭各种服装,展现出个人的独特魅力, 而且在舞台上更是能够充分展示自身的个性魅力。 此外,他在电影拍摄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特色。 他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中的造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尤其是在古装剧中穿着长袍的场景, 更是将他的身材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与此同时,在影视作品中他的出色, 表现也令人惊叹。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,还有颜值上加, 这让人不得不对他赞叹不已。 王一博的身材和头身比例让人不禁联想到漫画中的角色形象。 他的身材修长,容貌俊美,完美契合漫画中的人物形象。 即使不是在私下穿着,王一博出现在众人面前时, 仿佛就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一般。 这种如漫画般的形象深深吸引了他的粉丝们, 使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之选,备受喜爱。 王一博的身材和头身比例确实引人赞叹不已。 他在身体管理方面做得十分出色,展现出健康之美。 此外,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也十分出众, 他的形象与漫画中的角色相似,给人一种如梦幻般的感觉。 这些优点使他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理想人选, 也让网络用户更加热爱并欣赏他。 目前,在短视频平台上,只需搜索头身比三个字, 就会出现与之相关的艺人,而唯一一个与之相关的人就是王一博。 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,人们对于王一博身材的赞美之情。 不过,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网友们在大量浏览王一博的私服照片后, 与他穿着正装的照片进行对比,从而产生强烈的震撼感, 才导致了这样的关联现象。 无论如何,这都充分展示了大家对王一博独特身材魅力的高度认可。 的确,王一博的外貌和身材比例确实令人惊叹。 他拥有出色的颜值,足以单凭脸蛋就吸引众多粉丝。 此外,他的身材和头身比例也是绝佳的,这使得他更加与众不同。 这样的完美外貌和身材,确实让很多人羡慕不已, 成为了他吸引粉丝和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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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